回到節目現場 先來請教茗玉姐 因為今天傅崑奇帶了這一票人 我們把欄尾的名單 都已經寫在這邊 說真的這個大概是到最後一刻吧 大概一點多 媒體朋友才掌握到原來有這些人 因為前幾天討論都大概說只有十個 而且很多被問到都不太敢講話 那為什麼最後蹦出來 這麼多人都要跟著一起上車呢 我認為因為傅崑奇這次要去 而且他是乾冒大不會去 大家都已經罵成這個樣子了 還有這個花蓮的余政 就是都已經罵成這樣了 結果你還是要去 那他重點是他要大陣仗 所以就我了解 就是說有反對他的會被叫去關切 我只能說關切 我沒有說罵是關切 關心關切這樣子 傅委員的關切 所以你可以看 我認為他在最後的關頭 如果說以他這樣子乾冒大不會去 如果你只帶小貓兩三隻 那對他來講 沒面子啦 沒面子 所以他可能就是還是要去找一些 就是他覺得可以叫著動的 跟他比較友好的 或是新科立委一些的 所以把他叫去這樣 所以現在湊一湊大概十七個 可是我昨天我必須先講 我昨天拿到的名單 大概加工作人員一共二十五個 二十五個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你可以說我小機肚長 為什麼我先跟大家講 我小機肚長 就是我看他 他訂了三班飛機 他訂了ABC三班飛機 為什麼要訂這個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擔心民進黨會出外部 所以會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 所以他當時他不知道說 那個這個飛機票 飛機的時間要訂什麼 所以他訂了ABC三個航班 可是我必須講 就小老百姓來講 你現在臺灣飛北京的機票 你算一下我剛剛有查一下 就算再怎麼便宜 大概也是要五六千到八千 差不多 差不多 好那你二十五個 你二十五個你訂三班飛機 你漢不浪漫這個機票錢 你就至少超過五六十萬了 你就超過五六十萬了 沒有啦 茗玉姐 人家傅昆一波差到黑 你不要給我還樂 我不曉得這個機票錢 是國民黨團要付 不知道誰要出 對 還是說你是要去的立委 黑卡有一起去嗎 黑卡立委 這次沒有去是不是 這次是許宇貞 哈囉許委員 而且黑卡要出動票先 黨中央弄付昆棋 我講太多了 不小心說了我嘴 這黑卡沒去 黑卡沒去 你光是機票 你就已經要花這麼多的 這個五六 至少就花五六十萬 而且要算那個ABC三班 你要知道 因為我們一般訂票 如果要退票的話 我不知道是今天 是不是可以當場退 應該是沒辦法 那如果說你要改票 你手續費又蠻貴的 好啦 我說我小機賭場 因為我很讚 因為我們是平民老百姓 我們一般人的想法 對對對 可是你看他們大陣仗 一口氣二十五個人 二十五位的機票 訂了三個航班 當然訂了三個航班 我就覺得 他真的是 你覺得我可以插話嗎 好好 這個 我覺得也不是小機賭場 而且他把他推到民進黨 民進黨就跟你鼓掌 你要去就去 花蓮都遞震 你都卡不了你了 他為什麼要訂三班 我告訴大家是 非去不可的決心 萬一說 如果花蓮今天又遞震 或怎麼樣 台灣又怎麼樣的時候 我是不是今天先不要去 我下一班再去 我覺得他是非去不可的決心 非去不可 要非去不可 保證萬無一失就對了 一定要去 那這個經費的部分 就先不要跟他計較 果然火烤怎麼樣都沒關係 就對 火都烤了嘛 這個機票錢沒差 反正就是一百萬嘛 一百萬一張衛生紙 他們可能是零點七五張 或者零點五張衛生紙 那就是這樣 好那重點去你要幹什麼呢 這次他們的這個大陣仗 美其名叫做兩岸破冰 和平發展振興百工百業 那你的這個名字花那麼大 問題是很好笑 今天早上在立法院 你問那些要去的立委 這個基本上 每個人都不知道行程是什麼 我就好奇 你三天兩夜 你就算馬前總統 他去馬席二會 就馬席二會 那個行程比較保密 他十一天的行程 每天都去之前 都公開給媒體 就公開給大家 你私底下拜會誰 那是你家的事情 可是至少你公開嘛 你才三天耶 你三天 而且我覺得更好笑 你這些去的立委 每一個人都說 不知道行程是什麼 那不知道行程 你還 你都見到誰 你要幹嘛 你都你就雙手一攤 你就你就當光光旅遊 都不知道被載去哪裡 都沒關係 當然是不會被賣掉 那重點是說 我是覺得太可怕 太詭異了 他連行程通通都不知道 你這些立委是怕到這樣 怕到你連行程說 不好意思 總召我們要見到誰 我們行程有什麼 我們要跟選民交代一下 都不知道 也不敢問 總召說見到誰 不是那麼重要 你怎麼對我來的 見到鬼 不是啊 就太怪了 太怪了 所以這些立委都不敢 那好了 這邊我唯一要公開 我公開肯定陳玉珍 我坦白講 我裡面 我唯一公開肯定陳玉珍 陳玉珍人家至少 他是帶著縮帖去的 他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他帶著金門縮帖 因為他認為的 就是金門有鄉親 他們在福建做生意的很多 所以他此行 希望說是不是可以討論 福建可以開放一些 這個台灣的銀行 在那邊 可以服務鄉親 當然你可以笑他 你可以說 那個法規啊 怎麼樣的都還沒有討論 台灣是不是有開放什麼 你可以笑他 你也可以 但是人家至少陳玉珍 知道說他要去幹什麼 他帶著縮帖 人家有準備好 要去幫忙 爭取那個銀行 銀行是不是可以放寬 服務這個金門 在福建做生意的鄉親 這個我是公開肯定他 那你其他的立委咧 你說像這個翁曉玲 你憲法專家 你去那邊要跟他談什麼 談憲法一中嗎 還是談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你有種講中華民國嗎 你要去教習近平嗎 他說他是要去看看 兩岸人民的交流 是看一下兩岸的這個風土人情 你要用這種公帑 你這個議會時間 你跑去看兩岸的風土人情 那你不會休會的時候 你再去嗎 我就覺得說我今天快變 女版黃國昌上升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講到這個議題 我超生氣的 活著要上來了 真的太離譜了 真的很離譜啊 所以這些立委 沒有一個講出來行程是什麼 會見到誰 然後傅昆琦還在那邊搞神秘說 我們27號 這個禮拜六是重頭戲 不是你如果說 我倒覺得說 你到現在還在搞神秘 那這些立委好像就覺得呆頭 這樣跟著去 這個是我們要的立法委員嗎 我真的覺得說 傅昆琦這一次 真的是把整個國民黨都拖下水了 這神神秘秘的中國行 這個行程越神秘 我們越想知道 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教敬言